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今天这行情的大点 一百多点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这个拉回 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现在月线还没碰到嘛 对不对 所以它还在一个合理的 涨多拉回的格局里面 那我个人认为了 这个K棒的低点 最好不要被破 因为被破 这边可能有短线 盖头的疑虑 那它可能是这样 破月线的一个走势出来 破月线之后呢 它就可能去寻求 季线附近的支撑 那如果是这样 它就比较麻烦 但是这一波拉回来 你说后面再转强的机会大不大 以今天目前盘面个股的表现来看 就是说 还是有一些族群 这个资金有在做点火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 大家不愿意离场嘛 对不对 还想要看好戏嘛 所以还是要喊安可 安可序曲嘛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 指数它可能短线要回撤 但是呢 个股部分来讲的话 它应该 不会全部跟着回撤 有些股票 它还是会继续走高 所以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去 筛选出一些对的股票 那我今天也很诚实跟各位讲 今天我手中股票没什么表现 今天涨的都不是我手上的股票 我今天只能够看别人表演 因为 你现在你说 今天再来追这些 散装好不好 这个散装要不要 这个有点高了嘛 对不对 你可能 追不太下去 我觉得指标 里面真的会十字受惠指标 应该是他 那他今天先出现上影线嘛 他预告明天可能很多了 散装可能要拉回来 因为 这个是股本 最轻的 所以他拉的最快 如果这个拉的最快的 他今天也没办法去锁涨停 那就预告一件事情嘛 这个涨多之后他可能要做休息 那这一波你说要去追今天的涨停 我跟我讲坦白讲我追不下去 如果这个报价继续在涨的话 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嘛 就是 散装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没有像货柜轮一样 他今年没有新增的 今年到明年没有什么新增的船 船只 货柜轮是有很多的船要加入嘛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大家觉得 这个运输需求大好 所以很多 大厂就订了很多的船 那散装没有 散装明年不会有新船加入 所以现在散装的供给量是固定的 那大部分的船呢他有卡在 巴拿马运河这边 因为干旱 那个 河道的水位不够高 所以船过不来 那要先过的话据说啦你过去那个要 400万美金 现在涨到400万美金 让你优先通过 对不对 所以巫星之间对于报价来讲他会形成压力所以就有一种说法说 这个报价可能会涨到明年的6月 那如果报价涨到明年6月的话那我跟各位讲短线你也不用急嘛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长线 报价会一直涨的话 因为到明年6月半年之间其实也蛮久的 如果报价一直涨的话呢 那短线他一定震荡过后再拉高还有机会嘛 所以说我今天我不急 先看别人表演 对不对 我觉得我手上股票都很好 没有必要就说把他 卖掉去做转换 懂我意思吗 你看像这个照例 对你说把他卖掉去做转换好不好 对不对 去追 今天比较强势的1514的 亚利 对不对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稍微那么积极啦 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个我讲了嘛 跌3跟跌停在出场 现在都还没有嘛 对不对 你从这边起转幅度 不要说3跟0点 就说再往回拉30%的幅度 再卖掉 你还是赚超过一倍以上 那如果没有他是整理 因为现在被分盘交易嘛 对不对 被分盘交易 如果关完之后再出来再往上的话呢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动 或者是说把他卖掉去换别的股票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积极啦 对不对 这个很强 今天大概就两个方向很整齐 一个是散装 另外一个呢是什么 电力有关的 因为 这个1519的 中华城 我们之前操作的股票 有没有 把这个高点也过了 那也恭喜各位 好不好 终于也都过了 这个50几块做一路做到300块 我讲的后面 300块以上我们就祝福了 这边我不太可能会进去 那 你要操作的 你可以自己做 或找现在跟你很多的这些老子去做 我觉得都可以 好不好 那这样我们就先不看了 因为这个上半年来讲的话 真的我们赚蛮多的啦 其实也 蛮感恩的 好不好 蛮感恩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再过度贪心 因为我看了很多 就说 前面赚很多然后面过度贪心反而把前面赚的赔回去很多 这种案例很多啦 这种案例很多所以 这边来讲我觉得风险比较大 我们就不过度介入但是 重电股在涨他在告诉你一个讯号 讯号什么 就是选举行情在持续当中 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这个市场还是热的 今天稍微呢 你说这个100多点下来他可能就是稍微一阵 微风吹过来让你绝对有点冷啦 还没到下大雪的时候 稍微有点冷风而已 但是这整个场子还是热的 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重电的很多股票 华晨1514的 这个 雅力1529的 热氏绿能这些股票都涨停 包括低档的 237的大同 大同我给你讲这形态不错嘛 这边我给你讲都会过高嘛对不对我说这机会上上去嘛 对不对 这也站上来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就说 你会发现 这个辉达的高层在卖股票 虽然说广达跟 伪创是不行的 广达伪创是不行的因为 今天伪创怎么样又稍微有点在 破底的感觉 那 这边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融资一定要断头啦 大幅才进来啦 所以再破 就是说你再破他会有一个中极反弹 但是要先破 他才会坦 你不破他就不会坦 所以要先破 他才会强坦 这个概念大家要理解所以 你真的卡在里面的你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你如果还真很不甘心的你倒不如期待他 我先跟各位讲你用融资操作的话你自己要心理准备 那不是融资操作也没有关系限股的话我跟各位讲 你就祈祷什么 这里先赶快击杀 因为一旦击杀完之后呢他会强坦 这个坦上来他可能就是 会把这个地方的点都给他吃过去 所以你现在 持有的人 我反而觉得说你要期待他跌 尤其限股的 你要期待他跌跌快一点 跌快一点后面会吸引到资金进来 一炒上来 这股价怎么样 又会喷上去 懂我意思吗 那今天会跌下原因就在说 你看这个灰达高层 他们自己也卖股票了 对不对 37万股 以每股的股票来算的话他们是100股一张 所以等于卖了3700张 这比例还算蛮大的 那大家会不会怕 会怕吗因为 以往来看的话你说国具 对不对 这个里面人卖 然后 这个航运股里面的高层卖 都会造成后面股价的一个下压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个 广达跟 伪创有点hold不住的感觉 对不对 有点往下的感觉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你在 之前有听我讲的话 你应该是可以避开 我说 这样的股票都很好 未来的AI伺服器一定要靠他们 但前面炒作过头了嘛 所以现在你要再让他出现终极反弹 一定怎么样先跌一段 再谈 那跌下来我们才会注意 没有跌下来就是慢慢缓跌我们就先不看他 我们做别的股票嘛 对不对 做别的股票情况之下我们去找盘面上 哪些个股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们就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我想 这个波段上来啊就说从这个地方上来这个过程里面 我会给各位很多很好的股票 只是说今天没有继续涨的 因为今天涨的都不是我手上股票 闪庄我们没有 你说电力 电力我们的华晨也卖掉了 对不对 那没有什么 照例 照例呢 这被关紧闭嘛所以他有点 顿化一下然后采域 有没有 这都是跟终端 产品有关系的那涨了那么多之后这边稍微震荡也合理嘛 因为我们从事我们是从来220介入啦 然后现阶段来讲的话224附近嘛 等于这张股票已经涨了100块钱价差 好今天没有涨但是我们还是100块钱 100块的价差 对不对 12张是120万 那会不会更高 我讲的慢慢看嘛因为目前看来量价没有失控 这一种就说已经价差拉很开的 我们想要赚更多的话我讲的就要有点耐心 我也希望他每天涨 但各位我们 做股票那么多年了 对不对 这种每天涨的行情 你觉得有办法持续一年365天吗 不可能 当然从中间的一段就是 这边可能会每天涨 但总有顿化的时候嘛你看这边还出现甩轿 没有错吧 对不对 但甩完再继续涨嘛 所以这边有可能会出现甩轿 那会不会继续涨 对我们来讲没有差 我顶多就是80块我少赚20块我80块卖出 我还是赚 但是我们只要坚持对的话他可能会往150块加他走甚至200块加他走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今天没有涨 我觉得是还可以忍耐啦 对不对 这一档 整个产品线 整个产品线明年会大复苏 因为你明年很多的这个AI装置 比如说AI手机 AI PC AI NB 他确定会复苏 好那复苏的情况之下 现在多了什么AI PIN 对不对 AI PIN 那个东西要两个镜头 所以这个里面他的需求是额外多出来的 那会不会造就股价 再往上推 最大流失在哪里在他位阶很低嘛 他位阶基期真的很低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一走的话呢 那这个我跟你讲就会被带动嘛 只是现在不会涨而已啊 到后来会不会涨 这个很难讲啊 很多时候好的股票人家跌的时候去注意 懂我意思吗跌的时候去注意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国巨 你说把这边把国巨卖掉我们今天去买雅力 有没有 我已经跟你讲这是大波段的股票 被动元件 这边急拉过后会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我跟很难讲喔 整理过后 他会再转墙 那那个时候你发现说 你已经把他卖掉了然后呢他在墙的时候你要追你又追不回来 那与其上我觉得干脆不要动 懂我意思要干脆不要动因为 因为 各位你们的钱我大概也知道啦我们不是开银行的不可能每一档都买嘛 我们只能折优去做布局 那做股票是这样子喔难免会遇到这种震荡的时候 那就看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的心态是什么 如果前面已经有赚钱赚很多的我想你可以忍受 这种动荡为什么已经赚很多了那很多钱我是从 忍耐中赚来的嘛 对不对我稍微忍耐一下他后面创更高 我就没有必要去换来换去因为你现在 把一些不涨的你现在砍掉 把它卖掉 你去追那些强涨的 可是你要知道最近行情是这样子喔主力大户拉很快 他拉很快 他拉到你很兴奋你跳进去 他就不拉了 他又把它倒给你 所以你 与其这样追来追去啊你倒不如就说 锁定出一些确定明年会成长的股票 现在这些股票或许因为涨很多他在震荡 但是一架差已经拉开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稍微忍耐一下 是不是 CDKY 来 这边做揭入你看 这加大100块 有没有 340 切现在445 400以上 这边还在做震荡整理 那如果再往上的话呢 那不是就赚更多了吗 所以 这一波来讲的话有一些股票我会看啦就说 这里 航金走到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那如果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有一些前面阶段买的股票要全部把它获利了结 卖掉 空出资金我们要去做下一波要开始 会供的股票 那今天你所涨的所谓的这个散装 跟所谓的这个重点 重点因为上半年涨了一大段嘛 那现在休息过后他再重新涨 那这一波的涨 怎么去做看待 他是 他是一个全新的 上升段 还是说 他今天涨完之后 后面就休息了 我们要去做判断嘛 那如果说比较长的话那当然可以跟 那如果比较短的话呢 那我宁愿 针对一些好的产业个股 我们守株待兔嘛 等后面题材发酵就对 对不对 所以 我个人认为 有一些 概念股里面来讲的话 今天不涨不代表明天不涨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握他震荡的时间点 所以今天我也不送各位新的股票 我们一样延续昨天的个股 我一样跟各位讲 目前这个 中国的疫情看起来 没有那么快去压下来 没有那么快去压下来 你现在你看到的状况 只是 这个初期的一个阶段 因为目前 中国北方已经进入寒冷阶段 因为有些朋友去 那边拍照片 那个向山东 2-3度吧 对不对都还蛮冷的 所以在很冷的情况之下这种 疾病 呼吸道疾病就很容易发生 所以 这个目前看起来他们的数据公告是一个礼拜会公告一次 大概一个礼拜公告一次 所以变成说 你过了周末假日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防疫概念股又开始涨 对不对 可能礼拜四礼拜五就有人开始期待了 就开始有些知音卡位 然后呢 到了这个一个周末消息出来之后 确定 又多少人感染 然后呢这个大家就会嗨嘛 所以这些防疫概念股通常礼拜一 这两个礼拜看起来 都礼拜一大涨 对不对所以 礼拜一大涨他可能礼拜二礼拜三休息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又有人卡位 他就这样不断循环 然后慢慢把股价垫上去 所以我昨天我跟各位讲说 防疫这个区块上来讲的话 有一些股票他可能不太一样 那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考股题的逻辑 现在已经做到第几题了 对不对 昨天我跟妳讲你的口罩可能追不下去 不要勉强去追 你看今天的这个恒大 康纳箱就回档了对不对 就回档了 但诡异的地方在哪里 诡异的地方在说上游的口罩原料巨龙竟然涨停板 第一个他量比较小了 所以要拉很好拉 代表什么今天有人 在整个口罩题材上他没有放弃 虽然我看到这个恒大康纳箱是跌停的 但是呢 上游还在涨 所以他就留下了伏笔 这个伏笔是不是给你预告说 我这边他不是结束 他是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呢 如果接下来中国疫情 突然之间媒体又报导 又大征怎么样 对不对 又各地又停课怎么样 所以这概念会不会上来 我想 以过去的这个疫情的经验来看的话 这些病毒没有那么快压下来的话 那我想这个数字 应该还会再攀高 因为现在 坦白讲 到过年的时候才进入到高峰 而且台湾你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过年这个春节输运期间 可能 很多人会回来 尤其在1月 13号要投票嘛 所以1月份可能就很多人要回台湾 投票 那回台湾投票的情况下 他会把病毒带进来 这个是大家要思考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可能这边还有一些长线的一个题材存在 那我个人认为 如果下个礼拜再报的话呢 媒体也不知道报什么啦 对不对 他只能报什么 他现在就跟你讲说一些现象嘛 那这个现象跟你讲说 现在是准备 各地可以开始停课嘛 原先是不准停的 原先只能让你请假 学校我不停课 为什么 怕 大作文章嘛 但是现在 发现不对喔 那班上的学生几乎一半都没来 那老师要不要上课 上还是不上 那上了那没有来上课怎么办 他权益又受到影响嘛 那干脆怎么样 就停课 那如果停课 完之后 回来 大家都没事 那就没事 但是 里面 有一些人感染之后 这个东西喔 不是说 他跟病毒不一样的地方来说 你 感染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免疫现象 但他们不是喔 这种呼吸道的疾病 他可能你感冒好了 你去学校 又得到另外一种病毒 又感冒 所以一直反复你知道吗 会反复 反复的情况之下 严重一点就是所谓的白肺 肺就会出现那种 整个白化 那可能就会有生命的一个危险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其实 你说严重不严重 但是说 不严重吗 他还蛮严重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学校应该会慢慢开始 做所谓的停课 停课之后呢 其实有一些学校已经改通知 要线上教学 那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线上教学里面来讲的话呢 这些股票 这个一定会开始先发动 所以 这个题材我个人认为 目前台湾还没有完全发酵 因为现在只发酵到了口罩 发酵到了 抗生素 但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今天呢 抗生素也好 口罩也好 都有出现一个拉回的情况 那这个拉回 你说是整个主力大户做完了 目前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情 这个地方不是说今天出现高档带量 或是跌停板他就结束了 更重要是你要观察后面走势 如果在今天大跌过后 后面是有买单愿意进来接棒的 那他可能就会拉更高 就像我们的6789的财运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 这边出现一个大跌之后 这甩轿 后面反而拉更高 是不是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只是说这些股票你说你现在在追松瑞耀 再去追恒大 会不会有风险 还是会有风险在 那我宁愿去选择什么 还没有完全发动的股票 接下来会有机会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这张标的 中国现在很多地方都停课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会有什么动作 你要去想一下 这一档股票 目前的形态上是 慢慢的慢慢的越电越高 因为他前面因为AI的关系 他又涨了一波 那现阶段他是做个高涨整理 整理过后这边收缩到最后关键 这个只要新的题材一点火 他如果再上去的话 我跟你讲就是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天空 除了这个题材之外 坦白讲 你说他有边缘AI运算 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因为他今年所发明出来的这个产品 他就是要运用在边缘AI运算 比如说像什么 这个很多厂房的智慧控制 我要管控这些人流 我要监控场内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有没有危险 哪里有没有起火 等等之类 这个智慧监控 在 办公室里面可以看到 你不用去巡 巡房 机台有什么状况 你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来讲 像台湾现在很多智慧科技执法 对不对 像 我最近就有一张在林口教的到那边 因为 要 要准备执行啦 结果 被前面车带一带 前面车闯过去 我发现这个只能往这边走 但我又赶时间 好结果后面也没什么车 我就直接就切过来 切过来就怎么样 就被罚钱 3600块 那个什么 就是科技执法 现在很多路段都这样走 都有科技执法 那这个东西未来会运用越来越多 那这家公司呢 他的这个 边缘AI运算 他也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他所搭载就是 灰达的 这个 Jackson Orain的这个模组 英文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个模组来讲的话呢 他可以怎么样 可以同时同步 去处理很多AI人工智慧的 推论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明年他们公司的应用 会非常非常的广 那公司也看好 这个产品的 营收比重会慢慢上来 现在两成 那明年来讲的话搞不好变到 三成四成 甚至超过五成也不一定 那一旦这个产品的这个营收占比 大幅度提升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 他的一个后面 一个爆发力道来讲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我觉得这张股票 要特别注意 他有多重题材 哪个题材会先引动 坦白讲 坦白讲 我也不太确定哪个会先引动 但是我敢确定就说未来这个这两个题材 其中一个一定会把股价带起来 就看谁先发动而已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趁他还没动之前 勇敢买就对了 好不好 好好把握他要标很标 那今天怎么拿到 还没还没加入的 赶快扫描加入 昨天没打电话的 你今天觉得 我讲的有道理 这档股票 要带回去的 一样把电话拨通 免费送给大家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你还在看吗 333轻松附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 你还在看吗 333轻松附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 轻松附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 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飲料 华尔街 欢迎再会来到节目现场 各位 现阶段来讲的话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行情还没有那么快结束 所以今天的拉回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健康良性 所以后面呢还有很多股票等着我们 那哪些个股休息差不多了 会再攻 我个人认为这张股票 好好把握 好不好 我连续送两天给各位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连续送两天的 后面都会大涨 我目前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那后面会 会不会 会不会 你慢慢看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这搞不好明天一早 大单敲进 可能一下子就会拉到掌平板 好好把握 扫描加入 打料进来 这一档 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后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